那國內要檢討的當然是政府啊 所以來看內閣為什麼民調那麼差 崩盤啊 為什麼因為體制崩潰啊 這一套 我們現在的資訊產業啊 落後國際多少啊你說啊 還有資訊的應用 落後國際多少啊你說啊 你們有沒有研究 你們有研究吧 委員所說的應該會包含 從上中下游 包含技術研發 製造到服務的提供 我就提到一個一個一個 提到一個一個數據啊 台灣資訊的金融業 比中國發達進步 所以跟他錢服務的時候 金融產業這一個區塊幾乎沒有人反對 政府信心來說沒問題 這個應他機會很好 那台灣的這個金融業也說沒問題 這個趕快簽 但是我發覺啊最大危機就是金融業 為什麼 第一個 像鼎芯啊這一次啊很明顯啊 他在香港的上市的公司拿回來台灣 這個第二上市發行了TDR 結果吸收到的這個資金 六成以上到中國去投資 四成在台灣炒房地產 台北的101包括地堡 炒到彰化的農地 一大片農地通通收購 喔 結果對台灣經濟有什麼幫助 負面的 台灣吸收的資金往國外跑 留在台灣的是炒房地產 炒的上下 對實體生產 對實體的生產力 生產量或生產力都沒有貢獻 那這個資金啊更嚴重 落後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硬體技術就不是落後了 軟體的應用更落後 金融業現在已經在做產業佈局 為了產業佈局 就是網路銀行 產業佈局專利 專利先行 專利 台灣金融業的這個銀行 網路銀行 銀行的專利 零 連阿里巴巴都一百多種了 一百多項了 光一個阿里巴巴就一百多項了 台灣整個金融業 從台銀到土銀 到什麼銀 通通銀 但是呢 零 你說落後到這種地步 福貿一千阿 金融業就完了 到時候他來發展網路銀行 動輒你就要給他錢移金阿 就像我們HTC一樣阿 裡面的專利太少阿 一千多種 聽說一千多種 人家一支手機的專利 智慧型手機涵蓋的專利 高達三十幾萬種 所以資訊阿 當然你是管理資訊 管理資訊的這個智慈阿 激利阿 齁 規則阿 對不對 資訊的發達也齁 應該是交通的吧 那交通人來說 資訊這一部分我已經不管了 那中華電信呢 變成台灣 資訊產業進步的最主要障礙 獨佔 寡佔 領頭羊 不爭氣 作響其成 所以 我不曉得這是你的責任還是誰的 我在執行的時候最怕的 不曉得找誰來談 這個不是 NCC 不是 不管 那個電台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信號 信號台 基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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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曉得找誰處理 人民痛苦 亂無彰化 找不到負責的單位來處理 台灣就是這樣子阿 所以 難怪民燕阿 人民的需要 沒辦法滿足它 人民遇到問題 不曉得找誰解決 如果委員有任何碰到基地台的問題 歡迎跟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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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阿 它合法 我們就進去了解它具體個案的情況 對不對 我在台南市長認為我拆了不少的基地台 為什麼 我用違章 如果基地台所處的 那個陽台所處的 那個 那個建築體 如果有違章 我就拆阿 是 違章確實應該拆除 用拆違章的方式 把違章拆除 他就被拆除了 但是如果他不是違章就慘了 沒有經過人民 沒有經過 沒有經過 這個居民的同意 亂放 為什麼他要節省成本 他不願意在郊外 自己宿電塔 都高一點 他要插在人家屋頂上面 差多一點 密集一點 然後為什麼 省錢 這一千多億跟三百多億 差了八百億 這八百億 如果拿來 把這個基地台好好的做 不要擾民 跟你競標 讓你賺阿 國庫賺阿 結果他其他地方省錢 到處找民 這也是要轉嫁成本 轉嫁這個成本 降低 他的 總 這個 成本負擔的一種方法 結果還是 間接的 讓人民受苦 那以後 以後價格咧 以後價格你能把冠嗎 他們都要符合法律的規矩 對啊 不要再說法律了啦 有錢破歉 有錢破歉 沒有錢破歉啦 不要再相信法律了啦 不是嗎 相信你的良心而已啦 你的良心如果不可信就完了 謝謝 謝謝